万贸协会接受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委托 执行新型市场整合行销传播专案 针对印尼、印度、越南及中国大陆四大新型市场 快速成长的中产消费族群 透过整合行销传播手法 具体呈现台湾精品提供优质生活的概念 并于12月26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办理年终成果发表会 展现台湾品牌企业与政府联手下 进入新型市场的努力与成效 在IT专业三年来 我们一共服务的这些品牌场上 一共131家 我们在这些股邀市场的 动物中心、中部的滑场 还有重要展位 一共半个72场的消费的推广活动 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礼拜 我们就曝光一次 同时我们也邀请这些新市场的当地的民主人 来作为我们的代言人 来出席我们的IMP专业的相关的补动 明天我们每个月都有办理 这三年来获得媒体的刊载的报道 进入将近六千 这个是大的速度 这样的一个熟悉密集完整 而且是这个多汪汇的 全汪汇的那个监传行销 当然我相信我们把这个台湾产品 资金资计胜做非常有效的 监督到最近消费的 我觉得心中新鲜市场是我们政府重视的 非常重要的事 但是在新鲜市场大家也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就是台湾整体的品牌的知名度可能还不够 那整体的台湾产内的品牌知名度不够 特别仓商要去拓展就有困难 然后经济部、国际博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也听到厂商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推出IMG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要提高同众的认知素 用台湾比较知名的品牌 来带动台湾整体的品牌 那我们用什么来配合呢 我们用台湾Express 台湾精品 这个台湾共同的产品牌 把台湾精品作为台湾共同的产品牌 在这四个重要的目标市场来配合 这四个目标市场的人口 已经接近30亿 占全球人口接近一半 那最主要做的是以B2C为主 从贸易推广过去做的都是B2B 就是接近单以客户为主 那这个计划是B575 就是要让消费者感觉到台湾比较存在 除了在通路让消费者 了解台湾比较之外 那这些通路我们也创过B2B的部分 我会很重视 B2B我们是邀请他到台湾南州洽南 那我们很高兴这个计划 做了之后达到什么呢 不只是自民主主 appel 很多厂商这两个人来 我们听到很多厂商 他们在通路的销售的进入厂商 另外我们在 在这个四个市场里面 我们办了16个进口团 在越南在印度 刚刚我们呀 不同的道理可以提到 在印度的工業展裡面 可以設了競品館 然後在越南 在印都有競品館 在大陸的冰品展 在邊界展 都設立台灣競品館 那這個台灣競品館 來參觀的人數就達到72萬 在出口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點成績 今年1到11月 我們整個資通訊的出口裡面 衰退了 23.7% 23.7% 但是在這四個市場 我們的ICT產業 成長了21.5% 成長了21.5%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難道的計劃 這樣的計劃推廣 是非常有效的 它不只領牌提高 出口增加 廠商的銷售進了 可以提高 我們的認識度 在這四個市場 在做之前 我想尼爾森 這邊最清楚 我們第一年在做的時候 我們都落後韓國 落後日本跟美國的 落後日本跟美國的平台 尤其多 那做了之後 我們很高興 這個ICT的部分 在印度、印度、越南 我們這三年下來 跟日本的差距 縮小了11% 跟美國縮小了 12% 跟韓國現在是11% 在這三個市場 跟韓國是11% 所以透過這些努力 我們的認識度 已經大幅的提升 我禮拜一有來參加 那個C10% 有的 有的 那個冒險 還把那個 因為我拿進去 他在外面 這樣怎麼會無改 要叫他那裡 我給我 因為我公司 做冒險舞蹈四年 前面三年 我都在做公司 內化的工作 我到了第 第 最後的四年 我才跟著冒險進手 但希望你看 你經營 光一年 我整個是 過去我自己 單獨的 客戶量 我單獨自己 做了七、八年 固執冒險 跟我們 做一年 希望每個 包括愛美星 跟大陸面相 2013年 機械設備 將列路專案 推廣計劃中 也會將菲律賓 納陸推廣目標市場 協助台灣企業 爭取更廣闊的 東協市場商機